高雄市長補選的投票日 在一大早罷函四君子 在領先人陳冠榮的投開票所 光華國中來集合 他們針對這個選舉的過程 也是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高雄市民們投下手中 這些票的這個動作 好像是一個很簡單一個選擇 但是這個選擇是 無數的民主的前輩 包含我們李登輝前總統 替我們爭取到的權利 那高雄人為了做這個簡單的選擇 也從2018年的年中春天開始 一直努力到現在 昨天晚上有看到這個 韓前市長上台 那我們發現說這個前市長沒有變 然後他背後所代表的政黨也沒有變 那我想也因為這樣 所以高雄市民守護這座城市的 這個想法也絕對不會變 所以今天是一個高雄 重新拨雲見日 然後再次出發的好日子 那也在這邊祝福所有的高雄人 從今天之後這座城市會慢慢的 慢慢的變好 這座城市會慢慢的茁壯 然後我們的民主會再次偉大 李醫師是表示呢 其實這個民主的過程是很多前進 先輩的犧牲跟努力 張柏洋則是認為呢 韓市長其實都沒有任何的改變 所以高雄人的決心也不會變 不論如何呢 高雄人都應該要出來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 而針對昨天韓國瑜現身站台的表現呢 他們也是說就像韓國瑜的言論一樣 給他一個兒彈